比亚迪以及中国新年元汽车的崛起 其实是要感谢丰田这个对手 在3月份的时候 比亚迪旗下的新年元车卖了20多万辆 远超其他车企 其中有10万03419台车都是混动车型 可以说混动车型扛起了比亚迪的半壁江山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在10多年前 混动市场根本没比亚迪啥事 当时只要提到混动 那么大家首选的就是日本丰田 甚至还流传出一句名言 混动汽车分为两种 一种是丰田 还有一种是其他汽车 这是因为丰田的混动技术全球领先 而且他们申请了大量的专利群 通过设置层层专利 卡住了其他车企的小脖子 丰田的员工曾经非常自豪地表示 丰田的混动技术要么模仿不来 就算你开发出了类似的技术 那也得向我交专利费 这就是丰田混动的地位 而仅次于丰田的就是本田的日系车 中国乃至德系或者是美系车企 都得看他们的脸色 欧美很多车企选择绕开他们的专利 寻找突破口 但是效果都很差 结果十年过去了 日系车的混动神话早已经衰败 以比亚迪为首的中国车企 开启了轰轰烈烈的直道超车争夺战 为了阻止中国混动汽车的崛起 日系车企主动开放混动专利 选择与中国汽车厂商合作 但是依旧无法阻止中国车企 自有混动的决心 2022年时 比亚迪混动车型在中国的销量达到了94.6万辆 成为中国市场当之无愧的混动王者 在他的身后 还有中国长安 广汽 一汽等车企也在混动汽车上发力 反观丰田和本田两家 在华销量总和都比不上比亚迪一家 中国汽车在混动车上成功完成超越 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 那么 丰田混动专利到底有多强 为何能卡住欧美那么久 他们都主动放开专利了 为啥我们还要自研混动技术呢 既然他们的混动专利这么多 比亚迪们又是如何完成突破和超越的 大家好 我是熊猫 今天咱们就来说说混动技术的大混战 比亚迪突破丰田混动专利的封锁 十分不容易 几乎是二十年如一日 才依靠天时地利和人和完成超越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太夸张 那是因为你压根不知道 丰田在混动专利上的地位 从1990年代开始 他就是当之无愧的霸主 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 1997年时 丰田就推出了世界上第一款 大规模量产的混合动力汽车 普瑞斯 同年 他们又在欧美等地区申请了一项名叫 行星齿轮的专利 而这两样东西成为了丰田称霸 混动汽车市场最重要的屏障 普瑞斯在二十年的时间里 卖出了五百多万辆 是混动汽车里的奇迹 其他的车型连接近的都没有 更别说超越了 在21世纪初期 丰田垄断了全球80%的混动世界 丰田为何这么牛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 它垄断了行星齿轮结构 它一度被称为 混动技术最佳的齿轮组合 围绕这项技术 丰田搭建了THS系统 并且为数千个发明 疯狂地注册了超过 23740项专利技术 包括了中美欧日韩的19个国家 他们在申请专利的时候 非常的鸡贼 申请的是专利群 而不是单独的技术 专利群的意思是 一项核心专利搭配几项辅助专利 甚至将一项大型的技术 拆分成多个进行申请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专利壁垒 一般来说 专利的有效期是20年 这是为了保护发明者的利益 又不至于让他们利用垄断 来阻止后来者的发展 但是丰田通过专利群的交叉覆盖 错开专利申请时间 将专利的有效期延缓了数十年 严重阻碍了别人 在混动技术上的前进道路 举个经典的例子 丰田在欧美申请的 行星齿轮技术是在1997年 正常的情况下 这项专利应该在2017年到期 然后其他车企 就可以在欧美使用这项技术 然而在专利到期后 他们才发现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这项专利的背后 还需要诸多的辅助技术 而这些技术也都掌握在丰田手里 并且时间间隔都很大 想要等到他们都过期 几乎很难 这样一来 后来者想绕过专利壁垒 使用行星齿轮结构 就成了不可能的事 在中国也是如此 从2003年开始 丰田就在国内申请 混动技术的专利 10年时间总计申请了 335件发明专利 这些专利层层套环 用丰田自己员工的话说就是 保罗万象 根本不怕过期 曾经有分析公司 对混动技术进行分析 丰田的混动专利技术的 影响力指数为100 达到满分级别 这意味着其他公司 很难绕开他们的专利 因此 中国的车企们 在发展相关技术时 必须非常小心 尽量不要触碰他们的专利 不然就会掉入到 他们的专利陷阱 欧美车企也是如此 他们等了20年 却依旧无法使用 只能失望而归 本来申请专利 甚至是设计专利壁垒 其实也没啥 我也是支持的 毕竟规矩在这边 你能力强 就活该多挣一点钱 但是丰田的野心 可不至于此 他们不仅想要挣钱 还想要垄断 全球的混动市场 所以他们压根 不对外出售这项技术 比如大众就曾向 丰田购买混合动力技术的授权 但是被坚决地拒绝了 当时大众提出了 21日元的授权费时 丰田的一位管理层 直接嘲讽他们说 或者是出的价格根本不够 大众好歹是世界前二的车企 如果连它都买不起 那么还有哪个车企 能够买得起呢 答案当然是没有 于是其他车企 就干脆放弃了 行星齿轮混动技术 选择其他路线进行突破 可这些换道超车 并没有改变丰田混动技术 一家独大的事实 丰田行星齿轮 被称为最适合 混动汽车的齿轮组合 不是没有原因的 混动技术原理并不复杂 简单点说 就是油车和电车相结合 在油耗高的情况下 用电来驱动 在油耗低的情况下 继续使用发动机 在电池没电的时候 还要利用发动机 给电池充电 因此需要不断地 在发动机和电机之间切换 而行星齿轮的结构比较简单 主要由多个齿轮组成 其中最中间的是大齿轮 然后旁边的是 围绕在一起的几个小齿轮 以及它们固定在里面的纸圈 因为结构像行星围绕着太阳战动 所以被命名为行星齿轮 而且这套齿轮还能够非常好的 分配发动机以及电机的动力 在高速时油耗比较低 因此直接采用发动机进行驱动 在低速时 发动机的油耗变高一点 有一部分多余的动力 就可以用来充电 而在拥堵道路崎岖等路段 汽车需要走走停停 发动机的油耗变得非常高 此时就可以用冲好的电池驱动电机 代替发动机驱动 通过不同的动力分配 就可以做到极致的省油 行星齿轮的机械运动 就是分配动力的关键 丰田第一代普瑞斯 依靠这项技术 将油耗做到了3.57升每百公里 只有其他同类车型的一半左右 并且还在2007年时 被美国环境署认定为 全美最省燃料的汽车车型 多次夺得美国消费者报告 年度最可靠车型的前三名 是混动领域当之无愧的一代神车 当然了 其他车企也一直在寻找 比行星齿轮更适合混动的方式 因此诞生了多行星齿轮 涡轮增压 增程式等技术 但是没有一个能够超越丰田 比如当时美国政府与通用 福特和克莱斯勒等美国汽车巨头 联合成立了一个叫 新一代汽车合作伙伴的计划 目的是开发出 效果高三倍的下一代汽车 其中通用在研究几十种混动后 发现还是行星齿轮的结构 更加有优势 但是由于丰田的专利在先 因此通用采用了多个行星齿轮 组合的方式来规避丰田专利 大家都知道 结构越简单 那么产品就越稳定可靠 因此多行星齿轮方案的 油耗和稳定性 依然比不过丰田的单行星齿轮 最后这项技术 只能用在巴士 皮卡腾大动力车型上 至于其他欧美车系也是如此 可靠的没有丰田油耗低 油耗低的又没有他们可靠 再加上 日本领先的发动机技术 在以节省油耗为主的混动车型上 基本上没有一个能和他们对打的 因此市场上就有了 混动技术只有两种 一种是丰田 还有一种是其他家的言论 说实话 即使到了此时此刻 丰田还是值得很多企业仰望的 但是同时他们也飘了 日本不但要垄断专利 还要垄断国际标准 当时日本政府向国际标准组织 提交了申报 希望将日本混动技术标准 变为国际标准 这一举动震惊了其他国家 因为一旦国际标准通过 那么意味着 丰田的日系车不单能垄断混动技术 甚至还将垄断整个混动产业链 其他车企想要研发类似的技术 都得向他们交付高额的专利费用 这已经不是让别人走自己的路 这是要让别人无路可走啊 其他国家怎么可能答应呢 于是比亚迪大众通用宝马的那中外车企 都憋着一股劲 要么拼命绕开他们的技术 要么就要挑战丰田在混动领域的地位 而其中一家神奇的中国企业做到了 它不仅具备绕开丰田混动技术的实力 还在丰田最擅长的混动动力分配上 直到印钞 他们研发的小云插混招用发动机 热效率达到了43.04% 打破了封田发动机保持的41%的热效率 他们研发的插混张用刀片电池 电量更高 安全性更好 充电速度更快 完胜封田 他们研发的EHS电混系统 兼顾串并联 亏电状态下 百公里油耗只有3.8升 这家企业就是比亚迪 那么欧美车企都没有做到的事情 比亚迪到底是如何实现突破的呢 为何能研发出这么牛批的技术呢 答案就是正面银钢 这个故事确实很好 但是咱们得慢慢聊 2003年 比亚迪收购秦川汽车 正式进军汽车行业 王传福在一开始时给比亚迪的定位 就是做电动车 他曾公开表示 我非常看好电动车的未来 比亚迪所掌握的电池技术 一定会在十几年后独霸江湖 如今他已经实现了一半的诺言 而第一个血迹的就是混动技术 混动汽车作为电动车的过渡路线 自然也受到了比亚迪的关注 因此在刚刚成立当年 比亚迪就开始布局混动技术了 比亚迪面临和其他车企 一样被技术封锁的难题 所以比亚迪也在思考 如何差异化发展 丰田的油混技术 是以油为主 以电为辅的路线 大部分情况下 都是发动机在驱动车辆 电机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 才会代替发动机 起到省油的作用 而比亚迪在这种模式下 显然做不到丰田那样 于是他们抛弃了传统路线 进行了创新 选择自己最擅长的 以电为主 油为辅的技术路线 其中 发动机并不直接驱动车辆 而是由电机来驱动 然后发动机和电池 作为电机的动力 起到辅助的作用 比如汽车在纯电模式下 发动机关闭 使用电池和电机在起作用 当要长途行驶时 电池不足以支持里程数时 发动机就可以为电池持续发电 此时 它就相当于一台备用的电池 可以增加汽车的行驶里程数 这种模式就是增程模式 其次 汽车需要更大的动力 汽车就会进入混动模式 发动机和电池 各自带动一套电机驱动车辆 起到动力增强的作用 这种模式就是混动模式 而且为了让油耗进一步降低 比亚迪还给电池引入插电的功能 可以让发动机使用的频率更少 间接起到省油的作用 这套模式就是被比亚迪 命名为DM插电混动系统 2008年时 比亚迪发布了全球首款 量产插电混动车型 比亚迪F3DM 理论上可以做到 2.7升每百公里的超低油耗 比丰田混动模式还要低 然而 这款车在销售的过程中 很快就遭遇到了滑铁炉 年销量不到1000辆 很快就被迫停产了 倒并不是说这种模式不好 甚至是有点超前了 因为在最新一代的DMI中 也用了类似的结构 但是此时的电机和电池容量不行 根本无法发挥这套模式的作用 比如电机的功率发挥到最大时 汽车百公里加速也超过了10秒 动力实在弱机 其次 这套模式依然是油电混用的思路 发动机的作用依然不小 不管是续航还是动力加强 都需要频繁用到它 那么就需要在发动机和电机之间 频繁切换 我们上面就说过了 丰田行星齿轮 就是发动机和电机的调配技术了 而比亚迪只能选择利用离合器 变速箱来调整两个动力 这就导致汽车的卡顿 震动和噪声的问题 任正非说过 技术超前半步是先进 领先三步就是先烈 比亚迪F3DM就是如此 零部件配不上系统 再加上普通车型两倍高的售价 它不停产谁停产呢 因此F3DM的失败也在清理之中 此后比亚迪痛地思痛 开始认真分析原因 最终他们认为 抛弃丰田以油为主 敢用以电为主的路线 本身是没有错的 只需要针对性解决动力弱 和顺畅问题就可以了 这个决定是 混动技术的里程碑事件 深刻影响了全球汽车混动路线 为未来超越奠定了基础 2013年 比亚迪发布的第二代DM混动系统 换了一个思路 完全抛弃了油混的思想 丰田的油混路线有两大核心 一个是优秀的发动机 可以省油 还有一个是行星齿轮 也可以省油 这两者都被丰田做到了极致 因此可以比其他车企还要省油 那么我为啥又跟在你屁股后面 想着怎么省油 直接不用油不是更省油吗 于是他们再次削弱发动机的作用 直接用两台电机驱动车辆 动力不过 我就用两台电机同时驱动四轮 将原本的两轮驱动变成四轮驱动 动力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而发动机就留着备用 当电池完全没电等极端情况下 再让发动机给电池充电 让电池带着车子跑 这样就不用频繁切换发动机和电机 震动和噪声等问题 不就也解决了吗 不得不说 这个思路非常巧妙 不仅完全抛弃了 丰田以发动机为主的思路 而且连丰田的行星齿轮思路也抛弃了 彻底改变了油混的路线 2014年 比亚迪将这套系统用在了擎DM上 它的综合动力输出达到了217千瓦 接近丰田普瑞斯的两倍 百公里加速更是达到了5.9秒 表现相当亮眼 而且在有电池的情况下 可以做到完全不好油 非常适合在短途行驶 同时也适合看中车子动力性能的车主 果然 秦DM的年销量很快就超过了6万辆 比第一代F3DM涨了60倍 让整个混动路线感到惊讶 甚至连丰田也开始感到了不安 2015年 丰田部分专利失效 欧美很多车系可以使用一定的有混技术 而中国又有新的路线出现 让他们感到了深深的不安 认为垄断混动产业的战略基本很难再达成了 他们被迫调整战略 向全球车系开放混动技术 并且降低了专利授权费 让他们尴尬的是 竟然没有车系愿意与丰田合作 欧美车系因为部分专利生效 有了突围的希望 而国内车系看到了弯道超车的路线 因此更加不愿意被丰田卡出脖子 甚至有位重量级人物公开表示 丰田为中国车系设置了若干个专利陷阱 我们千万不要去碰 在这种情况下 中外车企默契地忽略了丰田 选择继续硬钢 而比亚迪的神话却还在继续 虽然比亚迪的第二代DM系统思路是对的 但并不是没有缺点 当电池没电时 发动机就是有老虎了 长距离行驶的经济效应就变低了 也就是说 比亚迪是在牺牲了经济的情况下 低高了性能 其次 电机的效率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因为结构问题 高速时效率低 低速时无法反馈充电也是降低 因此 比亚迪补全短板 不断更新发动机和大功率电机 而且巧妙地给发动机安装了一台电机 这台电机可以帮助发动机 提前进入更高更快的转速 不仅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第二代DM系统发动机的缺点 让动力变得更加强劲 百功力加速提高到4.3秒 这就是比亚迪第三代DM系统 它被用在了比亚迪弹DM上 2020年 比亚迪第三代DM系统再次升级 而这一次更加出人意料 一次性发布了两个版本 一个是DMP系统 另外一个就是彻底颠覆了 丰天混动技术的DMI系统 DMP系统很好理解 P代表的是动力 就是在第三代DM系统上继续优化 主打性能路线 而DMI系统就令所有人震惊了 它不是在第三代DM系统的基础上演化的 反而是第一代的基础上进化而来的 这也意味着 比亚迪选择了在游混技术上 正面硬杆丰天 然而这一次比亚迪惊艳了所有人 因为他在发动机 电池 电机 电控上都实现了超越 也就是说上面说的效率比丰天还高的小云发动机 电池容量更大的插电专用电池 效率高达97.5%的电机 这三者都很牛 超过了丰天的混动技术 而电控则更是核心中的核心 丰天混动最难超越的就是行星齿轮 它依靠机械结构来进行动力分配 已经做到了极致 但是在机械上做到的极致 并不代表它就是无解的 比如机械结构在不同路况时 能够完美调节动力分配的结构有限 那么动力经过齿轮阻时 都会发生一定的损耗 而电控系统由计算机精确计算 可以实现数十种复杂公款下的动力分配 让机车适应更多的路况 动力分配自然就更加精准了 比亚迪围绕电控研发了EHS电混系统 它可以实现纯电串联并联直径等多种驱动模式 效率达到了98.5%的超高级别 从而完成了对丰田THS系统的正面超越 在实际应用中 8载DMI系统的琴Plus DMI 油耗仅为0.7升每百公里 即便是亏电油耗也仅为3.80升每百公里 而在行驶质感上更是非常安静平顺 驾驶质感看比纯电汽车 在DMP和DMI系统的帮助下 比亚迪混动车在2022年卖出去了90多万辆 因此比亚迪DMI系统被称为是 比亚迪自研技术的极大成者 这句夸奖一点也不过分 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已经20年了 20年磨一剑 只为今日称拔江湖 的确是一个非常热血的故事 而丰田的说实话是真的惨 2019年时丰田就被迫免费开放了 2.3万项混动专利技术 当时他也不死心 希望通过开放专利拉回一些车企的支持 然而中国车企根本不撩他 因为这一次开放专利 他们还是设置了陷阱 仅仅免费开放到2030年 那么等到时间到期 产业链培养起来了 丰田是不是再次拿出专利大棒了 以他们的尿性 这都不是大概率 而是一定会做的 这可不是我瞎说 日本媒体自己说的 可能是日本不愿意承认丰田失败 是因为中国车企太强 所以日本的一家经济网站 专门出了一篇文章为丰田洗白 这文章标题就明明白白的写着 丰田无常开放混动专利背后的 深谋原律 里面的内容 更是把丰田内心的小九九 写的是明明白白 然而有用吗 并没有 既然丰田不死心 那么我们就帮他们下定决心 后来在新年元补贴时 中国将丰田的混油路线排除再败 彻底断绝了他想走捷径 与其他车企的合作道路 当然我们也不可能是针对丰田 虽然丰田对我们关闭了技术的大门 但是中国的市场大门 永远会对他打开着 只是这个怎么开 由我们说了算 毕竟油混技术还是耗油 怎么可能是新能源技术呢 诸位是吧 建议此处把试打在弹幕上 但是这还没完 丰田还在看真 2020年 他们又将整套的混动技术 提供给中国某厂 据知情人士透露 这是为了拉拢中国车厂寻求补贴 是不是真的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这件事丰田肯定没有得逞 因为在这之后 丰田也学着比亚迪走插电混动的路线了 连续推出了RAV4插电板 汉兰达插电板等等车型 不得不说 这是一种极大的讽刺 丰田从技术封锁 到高价开放混动技术 再到免费开放技术 最后到学习别人的混动技术 他们的自私摧毁了自己 也极大成全了比亚迪 以及中国其他厂商 因此我才说 比亚迪应该好好感谢丰田 没有他们的封锁 就没有今天的比亚迪 最后建议在评论区 把感谢送给丰田 好了我是熊猫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做的不错的话 希望能够得到点点赞 关注鼓励一下 感谢感谢 我们下期见